桃園市巴德区的日前有民众在田边是发现了一只北美碗熊 体型巨大 重达有20公斤 仿佛是阿嬷养大的 那么目前是由农业局动保处在收容中 因为迟迟都等不到四组来认领 动保处预计将会在12月办理特殊宠物指定任养 挺着大肚子 水汪汪的大眼睛配上招牌 无辜表情实在有够可爱 这只北美碗熊在10月底时 在桃園市巴德区的田边被民众发现 协助带回家饲养一段时间发现不适合 因此通知动保处带回收容 只不过这体型实在是太巨大 且体重达到20公斤重 相当于是10岁男童的重量 因此被网友戏称 这根本是阿嬷养的吧 我们目前是为了一些鸡胸肉 还有一些昆虫性的蛋白质 以及蔬菜水果等 当然发现它非常挑食 都只吃一点点而已 几乎都是没有在吃 之后会再尝试不同的饲料 让它保持营养均衡 看看这体型或许是先前伙食太好 造成它现在非常的挑食 而动保处也怀疑是否是被人遗弃 从10月30号公告认领至今 还是没有四组出面来认领 月季将在12月10日办理特殊宠物任养 由于碗雄的习性和一般毛小孩不同 因此筛选四组也有条件 第一个地点一定要宽 因为碗雄它习性的一些关系 可能会造成 比如说常会把手放到液体里面去洗 增加手的一个敏感度 那这个它本身的一个习性 那是不是会 就是家里第一个环境要够大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也不要太杂乱 碗雄虽然萌但破坏性极高 因此家中得要够宽敞 同时也要了解它的习性 以及足够的经济能力 符合所有条件后才能够任养 以避免碗雄再次受到不当对待 再次继续